秋雨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 所以故意的 对不对 秋雨 你是我今生至爱 若不是情非所愿 我又怎么能让你嫁给理解 你定是在与我置气 你信我 我对你说的话 如果有半点虚假 必定天大无雷乎 他日 如果我黎沫为帝 你慕容秋雨必为后 我要以这江山为平 今生只娶你一人 秋雨 你笑什么 我说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黎沫 我刚刚凯旋便看见了黄帮 说你封了新二位贵妃 是真的吗 我问你拼死杀爹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秋雨 你爹临终前让我赵悟兴儿 实之外忧内患 我为了信守承诺 不得不给他名分保他性命 但你信我 我的心里始终只有你一人 秋雨 你可以怀疑一切 但你不能怀疑我的真心哪 秋雨 你这个疯女士 二哥 你要对我的王妃做什么 她要轻薄我 无耻之徒 七弟 你不是进宫了吗 我若非去而复死 恐怕我的王妃就要被你欺负 受欺负 二哥 本王没有邀请你到我的府上 你作何而来 我知道 你跟秋雨是老相识 不过 她既然现在已经成了我的王妃 二哥 还是尽量保持距离的好 好 你为什么打她 她不仅该打 而且还该死 你和李末是青梅竹马 感情甚多 想不到你竟如此恨她 从前是我识人不轻 但如今 在我面前无可遁心 所以你早就知道 那丫鬟小菊是慕容馨儿的人 没错 只是我不知道 她那日会在门外偷听 险些扰乱我的计划 那你为什么还留着她 当然是为了钓大鱼啊 还有 我得谢过王爷回门之日的配合 那日看见 你看慕容馨儿和刘云的眼神 恨不得当场把他们杀了 我是来复仇的 我是来复仇的 若是我软弱可欺 只会落得惨死的下诚 王爷 我这样 你可会觉得我心狠手辣 本王只相信因果报应 本王只相信因果报应 那天去过慕容家 本王的确颇有感触 我与慕容家的关系 一时难以说清 明日圣上请我进宫表演 也请王爷好好看看 否则单凭我一张嘴 想必王爷也不会相信 我是您的朋友 而非敌人 好 那本王就拭目以待 明波哥哥 你脖子怎么了 是不是慕容秋雨干的 没事 李莫哥哥 他好像真的是疯了 看来秋雨是真疯了 那他这颗气气不是废了 不说那些了 仙儿 你今日的打扮十分艳丽啊 这是我父亲特意命运给我织的一色锦 今日我特地穿上来接你的 李莫哥哥 好看吗 是 方才只顾看你 没看清楚衣服 怕是这身打扮不便为父皇表演助兴吧 嗯 若没有姐姐付齐 心儿又谈何出兴呢 这朦胧秋雨怎么还不来呀 过去在皇上面前 次次都是他抢风的 今日我要让他当众出仇 看他还怎么得意 皇上驾到 好 参见父皇 参见皇上 免礼 朕许久未见西楚第一才女的舞姿 甚是想念啊 所以今日特地召你们前来 夕儿记得 上一次在皇上面前跳舞 还是姐姐边唱曲边抚琴 姐姐的歌声听一次便难忘 只可惜 可惜什么啊 心儿不敢说 怕惹皇上不快 你这么一说 倒是勾起了朕的好奇心了 上次姐姐回门 我看姐姐身体状况不佳 我关心姐姐 所以时刻观察着姐姐 这才得知姐姐得了大病 现在还在抱养 皇上 心儿所言句句属实 我也是关心姐姐 所以 才情不自禁 妹妹如此关心我 我真是十分感动 参见皇上 参见父皇 免礼 你没事啊 姐姐姐没事就好 瞧我 真是太新奇了 秋雨前些日子 身体确实有药 不过经过太医的医治 目前已经无语 不知道妹妹是从谁的嘴里听说我的事 害得妹妹白白担心了 回头我一定好好收拾她 以前见秋雨的时候 总是多着亏奖 今日再见 没想到是如此的温稳大方 看来你们夫妻二人是举暗齐眉 相处得十分和睦啊 相处得十分和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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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